除了禽流感之外 我們來看看空氣問題 同樣也是老問題 談了那麼久 每次空氣不好的時候 民眾就說要給我一個呼吸拳 還我一口好空氣 為什麼做不到 我們來看看在昨天 中部跟南部的大遊行 反空大遊行 拿標語舉步條 反空大遊行超過三千人來響應 大家自己化妝 做道具 表達訴求 在南部空氣品質不好的日子 一年超過一百九十天 有的是境內污染 有的是被鄰近縣市影響 像屏東縣工業少 入東一樣空氣指數超標 環保局長也因此來參加 三分之二從境外 至冬天四分之一從上風處 我們真正的污染只有十二分之一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要從我們十二分之一 這個地方先做了 不過去年冬季空污指標仍以高雄最嚴重 小港左營和大寮分居全台前三名 發起遊行的環保團體在遊行最後交出陳情書 希望政府修法定出具體的改善做法 尤其要從能源政策做起 大陵燃煤發電廠不能用深煤發電 我們要求用天然氣發電 燃煤電廠的部分只要它進到要後續要改建的階段 我們都是朝改建成現在的科技 最能夠保障它的空污排放量的一個標準的一個電廠 經濟部承諾二零二五年燃氣電廠會提升到百分之五十 減少空污 環保署也強調會儘快在上半年完成空污法草案 現場也有立委參與遊行 承諾會列為優先排審 記者王介出 孟刀全 綜合報導 介紹下半場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臺大公衛學院的副院長 詹長全詹老師 大家好 再歡迎是臺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理事長葉光鵬 大家好 師父 大家請你來 很無力 大家看到你我就有無力感出來 你們來就是表示你們中部 大家那個群情激憤 蓋得不行 蓋得到就遊行 遊行那麼多次了 咱們再去遊行 也沒辦法 所以沒人要遊行 遊行一次都要一百萬七條 所以遊行不到絕望關頭 我們沒有輕易遊行 記者會 我們如果不到絕望關頭 我們沒有輕易記者會 我們本來是給民進黨五二零以後 六個月時間 所以十一月二十以後 我就開始真正去關切 他們到底半年來做的事 做什麼好嗎 尤其十一 十二月青銀 環保室副院間宣布用AQI 這件事後 我就開始很難 這是我們支持的民進黨 這是大家疼痛 憨的民進黨 我是看他們大憨的 所以做一個民主政黨 他選擇AQI的時候 竟然 環保室沒有跟地方的環保局溝通 他很橫的也沒有跟教育部溝通 因為牽涉到空污市的改變 也沒有跟環保團體 長期關心家的團體NGO來溝通 所以做一個最會溝通的政府 我是沒看到 做為最謙卑的政府 我也沒看到 李應援在五二零那時候 他有去 後來他跟環保團體是鐵三角 所以他是用嘴說的 但是我沒感覺 他是一個真正跟環保團體 是跟做一個鐵三角 所以非常怕勝利 所以沒人要休憩 所以你靠著說你無力感 我想你無力感 你無力感比我 當時有幾百倍 對 中南部是有一個無力感 我們以前要記者會 每禮拜記者會 從十二一號之後 每禮拜記者會 在這兩國外圍裡面 是差不多二十點會記者會 所以剛才你說無力感 沒有幾萬人 吃百元錢要去記者會 尤其這次的休憩 是至少台中醫師公會 跟舊的臺中縣醫師公會 跟彰化縣的醫師公會 跟南投一縣醫師公會 跟高雄縣醫師公會 親自都確定說支持這次運動 是 我想這不是說只有醫生 最重要醫生的健康 醫生不敢是看他的病人 怎麼氣喘 發作 甚至心臟病突然怎麼樣 所以醫生覺得 這樣事情 國家要去 中南部他們的呼吸的權利 他們的健康的權利 我們臺灣 剛才你說的 中南部 是一個天空 是兩個國家 兩個臺灣 所以這次訴求就覺得 實在是 這個兩邊 不平全 這點可能中南部是非常感受很親密 尤其我上禮拜公布 PM2.5 台北市人均是一月的時候 台中市是八十幾 是 在四年 三四年前 我看是六十幾而已 他那時候舊版 八點幾版 現在九點零版的時候是八十幾 分年本來是八十五倍喔 現在一百二十幾倍 新版的二零一七年也一百二十幾倍 就是台北市如果醫 婚姻人是一百二十幾倍 高雄市以前我統計的時候是九十七倍 現在一百十九倍 所以PM2.5的工業產生的人均GDP 所以意思是臺灣的工業都放在中南部 那不是十倍 那不是一百倍而已 婚姻人是百多倍 尤其它的氧化碳是兩千多倍 所以這完全不公平 所以我看民進黨執政之後 他說歐洲拍 你看今年李英元也說歐洲拍 移動汙染 移動汙染當然影響中南部 當然 也是台北改善影響中南部會改善 但是中南部的固定汙染 我是沒有看出具體的有效的行動 完全都沒有看到 你說歐洲拍台北 歐洲拍還多 對 所以這次如果歐洲拍比較多 他如果拿到重心的時候 當然會讓台北空氣更好 差距又會拉大 差距又會拉大 就是台北市它的PM2.5 我們在今年十七點多 婚姻關係二十八點幾 十七點幾在台北市差二就很達標了 所以我待會要請教歐洲 就是說民進黨現在上任的共共要一年 對 所以民進黨現在的情形 是說他知道要怎麼做 也已經做了 但是我們還要一段時間 給他這個效果才會出來 還是說他正經很想要做 但是就不知道要怎麼做 還是說他知道怎麼做 但是他就是不願意這樣做 待會我要請教你 可是 應該是不會扭黑啦 先跟你說答案 詹老師 我請教你 我永遠會記得 你跟我講說那個 你之前看陳陳波 臺灣前輩畫家 在加疑似 為一百度 為臺灣的躍伸 他在加疑似 好 遠遠的距離 他就看躍伸 看得很清楚 他把他拉起來 你現在不要說躍伸 李山你也不用想看 這個情形不是說臺灣一直是這樣 是臺灣這十幾年來才越來越嚴重 以前根本不是這樣 中南部的天空比臺北好太多太多 可是剛好全部倒轉 中南部北部的人 雖是腳一模一樣多 但是變成是兩個國家 然後呢 中南部變成次等公民 注定要吸髒的爛的空氣 是真的我們拿不出辦法來嗎 我想這個空氣污染造成臺灣的南部的居民 這種嚴重而且健康危害 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了 這個事實呢 無時無刻正在發生 那這麼不公平的事情 怎麼可能看不到呢 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今天不要說眼眺玉山 到臺中很多的時候 就是大杜山你都看不到了 那為什麼就是從臺中開始的火力化電廠 燃煤的火力化電廠 不斷地設在這個地方 臺中雲林高雄 以重兵把它放在這裡 讓整個南部就還盤嘛 所以要解決臺灣空氣不公平的問題 第一件事情就要把燃煤電廠廢掉 要改成乾淨的 再生能源或是至少天然氣 那為什麼改不了 這個燃煤呢 燃煤的造成空氣污染 跟燃煤造成溫室效應 全世界都知道 是 那為什麼全世界需要聯合國 那麼大的力量 要來做一個巴黎協定 要巴黎協定最後能夠過 為什麼教宗要在這個歷史上很少的 來談這個燃煤跟這個溫室效應 因為他知道 這背後有非常大的利益 也就是說我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我們選出來的政府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這樣 他背後被這個化石燃料的公司 這些燃煤的電廠所控制 所以你只有透過道德的宗教的訴求 喚起每個人的良心 所以眼睛看得到 剛剛葉醫師講的 每分每秒中南部的人 就吸了比北部髒很多被的空氣 這個合理嗎 大家腳一樣的睡 這樣對嗎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親戚 朋友 朋友的朋友 住在那個地方 如果從政的人 他們口口聲聲要追求公平正義 呼吸犬的公平正義 就可以檢定他講的是真的 詹老師 我請教你 常常政府也會說 沒有啊 你學生一個人說一款 我不知道要聽什麼 我舉兩個例子好了 第一個就是你長期關心 臺素六親 導致的周遭雲林彰化的那種重大的身體危害 許錯國小 然後就說千來千去 許錯分校再敲到橋頭學校 這樣子千來千去 然後最後呢 環保署監測出來的報告說 VCM是零檢出 那你可以說來給這個 所謂的那個六親嗎 這個是學者 有人說這就是六親做的 那有人說不是跟六親無關 再來一個是所謂的這個空污PM2.5 有些學者說你看 就是火力發電廠掃試的 這固定污染源啊 有些說不是啊 這移動式的污染源啊 機車啦 還是說你在插飯啊 煮車啦 這餐飲業的 就確實我們找資料的時候 真的不同學者不同說法 那政府說你學者就不定論 你是要叫我怎麼施政 我說的比較醜陋 就是有御用學者 不好意思 說的比較醜陋 所以有兩個方向 一個你剛剛提到的這些誰是誰非 誰收了才算 這個事情是可以科學檢驗的 對於六親污染附近的環境 及影響居民的健康 我是有非常持續性的 科學性的研究成果來證明 是 可是呢 我們臺灣有一些人 他是不回避利益的 也就是他是拿廠商的錢做研究 然後悲哀的是 這樣的人並竟然在過去的政府 現在的政府都被當權者 當成專家 在國外是不可思議 就是說你一旦 一旦拿了廠商的錢 你去做的這個研究 在這一個議題上 你必須要揭露 揭露了以後 以政府拿人民稅金錢所造成的這個政府 在處理這個事情 他就不可以把他拿來當作這個證據 好 你講到的取錯 這個是更離譜的 根本今天沒有第二個研究 來證明他是安全的 那是一個檢測 那完全不是個研究 說要研究現在這些小孩子身上 檢測出來的TDGA 是從哪裡來的 他完全沒有能力 因為他就不是個研究 他都沒有經過任何人的審查 他只是充其量是一個檢測 檢測的結果就是這個小孩子身上 真的還有蠻高的TDGA 那就證明定性的描述說 這個污染還存在 應該是這樣解釋 是 環保署更離譜了 他用的這些檢測 你知道嗎 他用的偵測標準 是用勞工的 我們勞工都是用PPM 我們環境是用PPV 對小孩子 我們常常用PPV 或是PPT 每一個就差了 死的三次翻倍 你去看環保署公佈的那個圖表 他是要這樣做 所以這樣什麼心態你知道嗎 把那些血統當成勞工 你能想像 所以他測出來就檢測不到 是用勞工的判斷標準 都測不到 這樣你瞭解嗎 對 很寬容的標準 你當然零檢測 所以我要說這個是很悲哀的事情 那為什麼政府可以大膽的做到這個 才是不可思議 所以我還是要回來講說科學問題可以科學解決 但是政府要很公正的來處理科學的問題 他今天不公正的處理這個 用人民付給政府的公權力裡面 讓人民誤以為這裡有另外一個科學的發現 來說這個安全還是不安全 那為什麼會這樣 國外已經用很多了 這個叫做製造懷椅 我們的政府正然是一個製造懷椅的機構 他自己散播了一個 沒有經過科學檢驗的東西 在社會上讓媒體 讓節目主持人 讓很多人在討論 他就是要達成討論的目的 讓你說這不確定 那不確定就可以逃避 自己要去解決問題 處理這問題的責任 因為大家還在爭論 他可以這樣講 所以你說這些過程 其實在差不多一年前 我就跟他們講過 我不要走這種路徑 但是現在真的就還是在發生 雅師傅 我的理解很簡單 你如果要做 你只要有一個理由 我為了中南部的人的生命健康 對 我為了許錯國小 小朋友的生命健康 對 要做你只要一個理由 你如果不做 你最終有幾萬人 幾萬的酒口 對 我們來看看要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你剛才說 火力發電 這個先把他抖起來 台中廠的這個空污 遊行 反空污遊行訴求什麼 第一個 你要具體的 這個行動小組出來嘛 到底誰要扶植 副總統要扶植嗎 行政宜要扶植嗎 誰要扶植 行動小組出來 行政宜要做多久 對不對 你不是說遙遙無期 期限出來 辦法是什麼出來 再來呢 空污法全面翻修 然後加重違法責任 擴大空管的這個毒物 高雄廠是說呢 PM2.5呢 這個標準要說 不得超過十維克 然後呢 行政院環保署南遷 大家都在台北 宿這個新鮮空氣 中南部都吸這個張空氣 中油大林煉油廠 靜燒生煤 然後高頻空污總量管制 中鋼煤礦砂原料堆 製廠的這個室內要儲存 中鋼失事煉焦爐呢 就脆火塔變成乾式的 再來檢討AQI AQI 所以剛才說的 修映在五二零說 我們給民進黨全面執政的希望 他能解決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 他不是解決問題 剛才高雄說的 是製造問題 模糊問題 模糊問題 所以國民黨過去 也許用欺騙的 用麻醉方法 但是我跟新的政府 也類似用這些東西 給你灰 有很多東西 讓大家灰三十 剛才你說的 灰三十 所以非常可惜 我看 農總這七千 休息 民進黨執政的七千個小時 裡面 的確 國民黨 差不了 甚至很多 是倒退 所以剛才你說的 染媒 染媒 美國肺障醫學 就把他選擇 他就是毒氣啊 尤其台灣的染媒 很多是 還有劣質的染媒 尤其我們台法頂尾 那是標準的劣質 所以剛才說毒氣 所以他裡面 染媒電廠附近一千公囑 裡面許廁國小 那不是跟VCM的問題而已 所以他裡面 那是很嚴重的 剛才說的P2.5 P2.5 對危害是一般P2.5的五倍 對交通更恐怖的 所以在一千公囑裡面 所以李俊章 剛才說你做研究 他在八月 他在八月 他就說的 在歐美先進國家的時候 在工廠附近五公里 是反衝綠帶 結果他以前裡面說的 要追究是追究的責任 當初什麼國小 給他去的 所以五公里裡面 是李俊章說 那本來就要反衝綠帶 所以一公里裡面的許廁國小 本來就是不適合的嘛 是 所以因為環保署 只是在那裡針對VCM而已 六輕不是只有VCM這個問題而已 他那個園檔裡面 聽說他現在很小的園檔而已 所以我覺得 新政府就是這個態度啦 不是解決問題 是你製造問題 所以不是你化解對立 本來中南部 國民黨時代 就知道說南部的人 生命比較低嘛 呼吸 就是一批二條 就結束嚴重了 所以以前我也有說 我剛才那些素育 就是六三杯 八十五杯 九十幾杯 現在又惡化 經過這幾年 又惡化了 八十幾杯 八五杯 八五杯 這個惡化 這個對立 其實是民進都要去面對 發解了 所以非常可惜了 剛才你說AQI AQI本來 其實可以慢慢好好說 可以好好解決 結果他都不說了 發改就改了 對 發改就改 都沒有平行的部門改 所以我覺得理應完 他心目中 我不知道有靈權嗎 他心目中有消音嗎 我感覺好像是沒有 當然他靈權 當然他沒有必要去跟教育部說嘛 教育部的官員在立法院的公聽會 公開說 他也不知道AQI要解決 而且沒多久的時間都要解決 我們的地方環保局也說 他們都不知道 台中市環保局也說 他們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 這是好像不算 過去國民黨的時代 獨裁的那些政經國時代 我們今天都說 紙報 紙報 都沒有紙報 所以兩立法裡面 大家有習慣一個紙報 文化 突然把它拆開 布里克亞秘書 我們不要缺席審判 我們來看民進黨要做什麼 副總統陳建仁說 我們年紀還一段路之後 會跟李遠哲資政 做會來聽說你們這個 傳播團體你們訴求是什麼 跟學者專家政府單位 共同來研議短中長期有效作為 中間文國也不是說 只有陳建仁在做事情而已 出什麼人都不可以先說 環保署副署長 這其實之前是大家的佔有 他說各部會二月底前盤點具體措施 希望上半年完成空污法修正草案 台中市環保局說中部區域聯合治理的方向 要來去做 補助汰換燃氣鍋爐的這個經驗 要推廣到中部各縣市 雲林環保協議說持續輔導工廠 要用天然氣 還是說蓋那個含流成分 那些灌的這個油 特定的製程要裝這個防治措施 一句話 什麼要做 做就有 好 地方開始他們有心要做 但是他們去年11月 他們聽說地方你要共體時間 所以才會變成政院藍簽 共體時間 我們那時候就是訴求這樣 他叫地方不要提出 地方自治條例出來 不要再在那裡亂中央 這就是環保署 去年11月太多 所以非常可惜 所以今天不是缺取審判 我們是透過很多方式去跟他們說 結果就是沒有要溝通 所以剛才說 陳副總統 他說這些話 其實是前年2015年10月26 那些優勢的訴求 第一個訴求就是這樣 他一直也說要盤點 因為民進黨要不執政 所以沒有辦法盤點很多東西 但執政之後再盤點 所以我給民進黨半年 甚至八個月的時間 結果這經過二月之後 那個訴求跟第一條完全一樣 所以當局副署長說他要盤點 我覺得他同意八個月 九個月 現在民進黨政府要做什麼 做那件事出來 你說你比較少生意 要解決問題 要做什麼 我覺得組織架構 一定要留館 我們第一個訴求就是說 平衡政府對臺中市 林佳龍是做召集人 副市長 局處所長 都會做召集人 衛明股也是親自做召集人 副縣長做召集人 現在是小英出來做召集人 我們不一定要講 一定要小英做召集人 我們希望行政院長要做召集人 了解 然後就像年金 就是說陳建築在上面 看年金 年金改革陳建築成立一個 什麼委員會 行動小組 年金改革委員會 對 但是他不全嘛 所以是行政院要出來用 所以要透過修法 透過很多法律 讓行政院有辦法做事 我們希望行政院長 位階要留得很快 這裡我當領導地方政府 因為地方領導地方政府 都要這樣做 或是做年華 是 徒刑責市長 跟副市長 跟衛生局長 都是會共同來整治空污 環保署 現在目前行政院 跟環保署副市長在綜合 環保署副市長 是位在行政院裡面很低 怎麼去領導其他製造污染者 就行 經濟部 對 所以不只說 政經院如果出來了 不會說沒差 戰老師 你剛剛已經很具體講說 火力發電這個先停掉 然後呢 就是政府的回應裡面 我們知道陳副總統 真的為了聯金 已經非常忙碌 已經到最後階段 所以第一點 我是覺得是可以接受 第一點以下的事情 其實有兩件重要的事情 就回到人民的訴求 就前面那個訴求 是 就是所有修法之前的 所有的事情 就應該行政院長來做 在副總統在聯金之後 要變成一個總統府級的 來處理這個事情之前 下個禮拜行政院就可以做 前面這幾件事情 第二個這個時代 這個力量跟國民黨黨團 都說修空污法 大翻修空污法 是他們列為優先 是 那親民黨五黨籍 跟這個民進黨 是不是也都列為優先以後 那所以現在已經有三個黨了 親民黨籍 所以這幾黨團把他列期 也是下個禮拜 是 就責成誰是執政黨 當然是民進黨執政黨 民進黨的衛武委員會的招委 如果選出來他就把他列進去 是 等這個聯金到四五六月 都完成了以後 行政院跟立法院都各司其職 已經把這個都做得差不多了 那該六月過就過 最好是五二零這個總統一年的時候 這些事情就解決 三個東西 第一個火力發電提前退役 第二個行政院層級拉到院長層級 第三個立即至少在這個會期 空服法大幅翻修 而且二三組通過 人民對民進黨政府的信息 都可以回來 決心就是要解決問題 面對問題 跟人民站在一起 那不就是你剛才說的第三點 知道怎麼做 知道怎麼做 沒有要做 不要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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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